大家好,我是Dan 昨天,Kuyeson对一位YouTuber提高的消息 引起了很多网友们的争议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 首先给大家说明一下 在安吉恩宣布回归不久 韩国网路上突然出现了一张 Kuyeson、安吉恩两个人去年进行离婚诉讼时候的法庭陈叔叔 陈叔叔主要是在说 Kuyeson的朋友女演员A某 心眼目睹了安吉恩与其他女演员肢体接触搞暧昧等的内容 简单的说就是 女演员A某指控安吉恩做了不该做的事情 接着一位记者出身的YouTuber就上传了一个 质疑这张陈叔叔可能是造假的影片 对此Kuyeson的法律代理人对媒体表示 YouTuber透过影片散播虚假信息 造成了Kuyeson的名誉毁损 虽然不知道这位YouTuber是怎么拿到的陈叔叔 但是这些内容都是按照女演员A某提供的信息而记录的 也经过了女演员A某的确认同意的陈叔叔 A某是Kuyeson的同行好友 当时为了辛苦准备离婚诉讼的Kuyeson A某亲自表示能够出席法庭作证 而写下的陈叔叔 但是后来因为没有机会作证就协议离婚了 所以这张陈叔叔就没有提交到法院 接着Kuyeson也在IG发文 因为抱着保守的理论观念而结婚 去年因为私人的事情感到背叛 无法理性判断并宽容地理解对方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感情用事的所有事情 真的是感到非常羞耻 不想要再提起这件事情 但是我重新写下这篇文章的理由是 不想要只因为是我的朋友这一个理由 而让朋友遭到困扰 我有义务要保护朋友 希望不要因为这次的事件而让朋友受到伤害 我真心地对他感到谢谢 我已经都原谅了 之前的那些种种事情 我都是非常乐观地面对 认为是为了更让我成长而发生的 无论如何 大家多多鼓励 之前跟我一起生活的那位的心得开始 过去的错误已经是过去的事情 虽然我没能做到 但是恳求大家能够接纳他 然后那位被告的记者YouTuber再次上传影片表示 自己亲自与那位女演员A某联络了 A某说没有写过那些陈叔叔 目前跟Kuyeson的关系也是疏远了 所以整理一下目前为止的所有内容的话 因为在安杰恩宣布回归之后 突然在网上出现了 女演员A某指控安杰恩的陈叔叔 接着一位YouTuber就上传的质疑陈叔叔的影片 第二天 Kuyeson的法律代理人对媒体表示 陈叔叔的内容都是真的 也就是安杰恩跟别的女演员 暧昧肢体接触的事情都是真的 所以要以散布虚假信息对YouTuber提告 接着Kuyeson也在IG发文表示 陈叔叔是好朋友女演员A某写的 自己担心因为这件事情而让女演员受到伤害 自己已经原谅了所有事情 虽然自己没有做到 但是希望大家能接纳安杰恩 因为Kuyeson的提告消息IG发文 都是在安杰恩时隔三年回归的 新西游记第一集播放的天发生的 所以很多网友们都觉得 这实际也太巧了吧 到现在还用是安杰恩的错 但是我都原谅了都语气说话 真是没救了 安杰恩好可怜 今天是新西游记播放第一天 竟然用这种方式灌水 到底是谁要原谅谁 就算你不说 只要是有正常思维的人都已经接纳他了 安杰恩加油 安杰恩从来都没有提起过他 Kuyeson却一直提起过去的事情 好 就算让一百步 是为了保护女演员发的那条IG 但是只要说有关女演员的事情就可以了 为什么还要说没能理解对方 我已经原谅了那些 想要再次强调就是安杰恩的错的内容呢 今天原来是新西游记第一天播放的日子 啊 终于能理解了 但是也有这样的留言 怎么能直接相信 那位YouTuber跟女演员联络的事情呢 有可能是在撒谎啊 原来Kuyeson是为了保护女演员 所以有证据也没有拿出来吧 不管怎么样 提高以及IG发文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